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法律层面对债务关系的有效性 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 比如有一天呢 你一哥们儿给你打电话 找你借钱 说最近呢 手机不好 赌博输了钱 并承诺手机一好 就立马把钱还给你 在这里咱不考虑 你这哥们儿会不会把钱还给你 就这样的债务关系 本身它就是无效的 那这是为啥呢 因为赌博属于违法行为 你明知你哥们儿要去赌博 还借款给他 而在法律之中 在从事违法行为的过程中 沉溺的借贷合同 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比如你和小张分手 答应给他呢 做五十万 作为这个青春的一个损失费 由于你呢 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于是打了一张五十万的欠条 借条里约定了具体的交付日期 后来时间久了 你的亏欠感呢 日渐淡化 结果呢 小张认为白纸黑字不容反悔 将你告上法题 那么你和小张达成的债务关系是否有效呢 当然是 无效的 因为青春损失费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概念 也就无法纳入借贷关系的范畴 也不能与精神损失费混为一谈 一方以欺诈 胁迫等手段 或者承认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 清静的合同 受损方呢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变更或者撤销合同 很多人至今还痴信了白纸黑字不容抵贷 这样的老话 大家不妨试想 如果仅凭白纸黑字 就能保证债务关系的有效性 那这个世界就不会有绑匪了 为什么啊 很简单 绑匪只需要把受害人控制后 让债务人立下债务合同 这样岂不是让绑架罪和债务纠纷变得模糊起来 所以说法律是严谨的 好了 听听就聊到这 跟多往内分析揭秘 请继续关注二郎特地